花蓮市妇女会4号在花蓮县党部举办了109年基层妇女性别团体陪丽的活力7月天妇女智能学习营的活动 整个活动为期两天 邀集了花蓮市主字头、明字头和国字头近500位的社区婆婆妈妈参加了讲座以及布艺活动 期盼借此增加姐妹们的交流机会互相分享同时学习 因为疫情影响而延到7月举办的109年基层妇女性别团体陪丽 火力7月天妇女智能学习营 周末在花蓮县党部2楼举行 邀集主字头、明字头以及国字头 总共近500位的社区婆婆妈妈姐妹们 参加延期讲座以及手工布艺活动 现场婆婆妈妈们各自展现手逢能力互相交流学习 经费的关系还要找 做得要很巧 大家都要喜欢的 所以伤口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副理会所有人要不可以让他们掌声好不好 每一次 这个课程以上以后很多人要报都报不起来 因为啊 秒杀 这个活动是花蓮市副理会109年 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 延到这个时候再办 一般我们都在差不多五六月去办这种三区活动 就是明字头、主字头、国字头 分为三场 那今天是主字头第一场下午还有一场是国字头明天早上是明字头 那要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对花蓮市妇女会的支持跟照顾 让我们每一年都有机会让所有的妇女姐妹来这里参加演习 除了演习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讲座就是保障妇女的潜意 那透过这个讲座透过这个活动演习 让所有的妇女姐妹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从家里走出社区 让所有的姐妹能够更成长更有智慧 让她们在这个演习当中能够学习更多更多的活动 每一年都会固定举办的基层妇女性别团体陪力活动 鼓励妇女姐妹多走出家庭 透过课程演习讲座 除了在过程中保障妇女的权益增加智慧 更希望让妇女姐妹增加彼此的感情 未来华联市妇女会 期盼更加凝聚姐妹们的智慧、经验及力量 同时结合社会各界资源 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举办更多有意义、有影响力的活动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